还重生的第一件事 就是帮前世家族的仇人解开了诅咒 即便对方是个不择手段的疯子 恢复势力的米哈尔把他视为恩人 并承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利泰尔在前世 因为迟迟未能觉醒水之力 被亲人送上了祭坛 只因古文书记载 现即双胞胎之一 可以让另一人得到完整的水之力 家族竟如一人祖旨 就连他的双胞胎弟弟也能眼旁观他去送死 随着法阵启动 利泰尔的心好像也跟着死掉 他努力了那么多年渴望得到家人的爱 最终却换来一场空 精灵石产生了共鸣 家主震惊 这是什么情况 就在下一刻 精灵石忽然碎裂 仪式并没能成功 一名少年绝望地向他扑来 再度醒来时 利泰尔还以为这是一场梦 他明明已经死 可现在却完好的坐在卧室 弟弟这时闯了进来 利泰尔 你身体怎么样了 他疑惑 利安修斯你怎么会在这里 对方走向他 竟直接坐在了他的床上 当然是来确认你的状态 不过话说回来 他眼神变得阴郁 爱你所赐我的行程全被打乱了 现在变得一团糟 简直麻烦死 利泰尔看着这熟悉的鹦鹿 在三年前 曾有杀手想暗杀利安修斯 他因为保护他而中毒昏迷了很久 利安的行程也因此被终止 难道他是回到了过去 既然如此 厌烦 在这一点上我们彼此彼此 利安修斯还母 你放心 以后我绝不会再做那种多余的事 利安一时愣住 平时对他百依百顺的人知是怎么 又一人忽然闯悟 利安你快出来 父亲让所有的觉醒者过去 精灵石刚才发光了 利安马上起身 我们边走边说 来人看向他的眼神带着轻烈 前世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目光 唯一没有觉醒过水之力的 他是家族的耻辱 在他被献祭的瞬间 精灵石变成了碎片 接着有某种气息注入到了他的身体内 说不定他已经觉醒了水之力 利泰尔伸出手 努力感受着身体内的能量 把他聚集在手中 精灵的水之力从他手中出现 成功了 他不知道这算是诅咒还是祝福 不过这一次 他决定抛弃海姆家族 临间一马车正在前行 小主人您的眼睛怎么样了 被问的人面带笑意仿佛瞎得不是自己 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海姆家族坚信前几天的暗杀是比尔赛指使的 他们会愿意帮您解开诅咒吗 我也不知道 但只有水之觉醒者可以解除我的诅咒 所以也只能试试了 突然 他们感应到什么 一个诅咒还不够 这次又给我准备了什么 看来我得把这份大理加倍的防回去 那若是有人帮您解开了诅咒呢 他开起手 黑色的力量从手中引不出 那既然是对方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了 有恩就报 有敌必杀 这可是比赛尔的信条啊 海姆的家主接待了他 他并不知道米哈尔失明的事情 只奇怪这个杀神怎么跑这里来了 感受到对方的紧张他便开起玩笑 怎么你好像很畏惧我似的 家主被激起怒气 您想要什么就直说吧 我的眼睛瞎了 重的是一种连圣女都无法解除的诅咒 据说只有海姆家族的水智觉醒者可以解开 所以希望你们能帮助我 见对方有求于自己 他立马变了脸 还真让人为难 既然是如此强大的诅咒 那就意味着帮你解除诅咒的人也可能会丧你 与其强制让别人帮你解除 不如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如何 请您等上一个月 看看有没有人自愿帮您解开诅咒 这样的答复几乎等同于拒绝 但他现在有求于对方只能让你 我知道了 那我就今后消息了 这种结果米哈尔之前也想到 而且他怀疑究竟有没有人能解开他的嘴重 他们被安排到了偏远的别管 对方怠慢到连个用人都没有派来 路上他们听到海姆公爵召集了水智能力者 米哈尔命令下属去调查情报 失明对于他来说并不会影响日常生活 但看不见 就无法精准地使用和调整力量 而且情况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突然感应到门外有 是入侵者吗 他漫不经心地朝对方走去 我可是很讨厌夜晚的老鼠吧 你是谁 一道女生传入他耳中 我不是杀手 更不是海姆公爵派来的水智能力者 他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 因为看不见 所以米哈尔的其他感官更加敏锐 与海姆身上的水晶味不同 是一股很清新的味道 这个人和海姆家族的人不懂 你为什么来找我 米哈尔比尔塞 关于诅咒的事情我可以帮你 但如果我解开了你的诅咒 我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 米哈尔从惊讶中回过神 不知为何他感觉这个人 也许真的能解开他的诅咒 他牵起女孩的手保证的 一切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他的眼睛被吓了七重诅咒 像唯一能解开诅咒的海姆家族求助时 却被对方视而不见 甚至随意嘲弄 所以在不久后 米哈尔发动的战争 几乎毁灭了海姆家族 这是利尔泰上一世发生的事 他重生回到了三年前 正巧是米哈尔来求助治疗眼睛的时期 面对利尔泰的提问 米哈尔向他承诺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他提出先观察诅咒的情况 米哈尔笑着说随意 毕竟你是要为我解开诅咒的人 我没理由不配 他伸出手 那我要解开四代了 这样的解法让他几乎是抱住了对付 记得很结实 我的护卫怕松开 所以绑得比较紧 其实他自己也可以紧 但不知道为什么不想告诉他 失去视力后 他的感官变得格外的明明 对方的手很柔软 而那阵阵传来的香气 也一直在刺激他的嗅觉 米哈尔眼睛因为诅咒染上了黑色 瞳孔里排列着法阵 利尔泰一愣 这是黑魔法 而且和一般的诅咒不同 米哈尔一问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 海姆的人不是厌恶古代的黑魔法吗 利尔泰在为觉醒水之力时 一直想得到家人的关爱 为了帮助父亲以及哥哥们 他翻阅了古代禁书 没想到会在这世派上了用场 总之必须尽快采取措施 不然你就会永久地失去视力 他伸出手 开始尝试帮他解开顶层的束缚 体内的力量喷涌而出 虽然是第一次真正地使用水之力 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这股力量 米哈尔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很快第一层封印就解除了 他感到眼睛变得舒服了一些 可视力还没有恢复 利尔泰解释道 因为封印如果一次解除 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阻担 所以剩下的会帮他分期次解开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米哈尔突然开口 我会等你的 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 但是我很期待明天的在乎 利尔泰点点头后开门离去 等他走远后 米哈尔才捡起丝带 不知为何他突然有些口渴的感觉 前世的海姆家族 因为战争被夺走了大半岭 而夺走领地的人正是米哈尔 被逼入困境的海姆家族 最终选择献祭了他 想用他的死亡 让利尔修斯的力量变得完整 只可惜精灵时真正的主人是他 而不是他的弟弟 如果海姆家族知道了这个事实 绝对不会放他离开 根据帝国法觉醒者家族的贵族 在成年前必须住在家中 只要他把这个秘密瞒到那时候 他就可以顺利地脱离家族 看着对他极度冷漠的利尔泰 利安修斯陷入了迷茫 利安修斯把姐姐当成自己的所有物 也笃定利尔泰绝不会主动离开他 所以当曾经那个温柔小异的女孩 对他冷眼相待时 他就破防了 明明中毒的后遗症已经消失 可他为什么对自己还是这种态度 利安修斯表现出关切的样子 说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却被利尔泰撕破了他那伪善的面具 也是 毕竟没有我在你就无法好好发挥能力 这话正中利安的七寸 他强忍下怒气 我的意思是白天你可以多出去走走 一直待在房间一定很闷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他并没有直接走掉 而是站在门外想着利尔泰为什么变了 从帮他挡住杀手后 他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之前明明只会看他的眼色和讨好他 这时大哥找了过来 精灵石比昨天更亮了 从凌晨开始 精灵石就发出了如白昼般耀眼的光芒 可他并未对此产生任何改变 利安不禁怀疑 这个精灵石真的是因为他才发生变化的吗 约定的第二日到来 利尔泰准时出现 他一进门 米哈尔带着笑意主动与他问好 女孩摘下帽子 晚上好 米哈尔比尔赛 男人不满道 你连名带姓的叫我也太声说了 那我以后叫你比尔赛少爷 不 我希望你直接叫我的名字 女孩不过沉默了一瞬 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他语气依旧冷漠 米哈尔没想到对方会同意 这种无理的要求他答应的倒是很痛快 该说他冷静还是聪明呢 很快便开始了第二次节奏 他看到米哈尔攥紧了手掌 便扶上他的手安慰 相信我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眼睛 当女孩的手轻触到他的脸颊时 米哈尔的感官再一次被无限放大 他的手又小又柔软 好像只要他轻轻一拉 他整个人就会轻柔地栽入他的怀中 而这样小小的人竟然在安慰他 虽然他根本没担心过 堂堂的比尔赛竟然有一天会听到这种话 有谁会相信呢 这是他第一次对女孩露出真诚的笑意 好 我相信你 第二次节奏已顺利结束 当女孩问他状态如何时 米哈尔才从正愣中回过神 他再一次惊诧于水之力的强大 不过让他感兴趣的不光是这股力量本身 还有利尔泰这个人 因为看不见反而让女孩在他心中有股难以言喻的神秘感 利尔泰这次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坐在了他身边 那就好 我还担心你会痛呢 他竟然会担心自己 他可是恶名昭著的比尔赛 可女孩对待他就像对待小羊羔一样温柔 米哈尔在失明后 从未有过如此想亲眼看见一个人的冲动 他忽然很好奇 利尔泰见到他时 是什么样的表情 他明明是个恶名昭著的恶棍 却被女孩当成小羊羔来对待 利尔泰温柔的安慰让他不要担心 说一定会解除他的诅咒 他想看到女孩的样子 想知道他面对自己是什么表情 他拉起女孩的秀发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 等我身上的诅咒解开时 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利尔泰疑惑 你应该已经调查出我是谁了吧 你没有调查过吗 因为我想听你主动告诉我 我从未听说过世间有像你这么强大的水智觉醒者 我想你大概有不得不隐瞒的理由 所以除非你主动告诉我 否则我不会擅自打谈任何关于你的消息 利尔泰笑了 我保证 会在你眼睛彻底恢复前告诉你 米哈尔对他产生好奇心的处视 利尔泰也觉得他是个神奇的组 重生前他只听说过他的负面新闻 可真正见到 才发现他是个温柔的人 难道他的重生也对米哈尔产生了影响 不管怎么样 这对他来说是件好事 利尔泰来到了图书室 曾经有段时间他经常来这里 因为想避开极度厌恶非觉醒者的血清闻 直到发生了那件事 不能再想了 他得快点找到关于水之力的书 因为越深层的诅咒解开方式就越复杂 突然发觉到身后来人 是辉明海姆 他和丽安有三个哥哥 大哥爱因 二哥泰里安 以及三哥辉明 辉明与他年龄接近 所以幼年时他们经常在一起 他是个小心谨慎热爱读书的人 可是有一天 辉明突然瞒着父亲开始收集禁书 一开始他并没有什么想法 只是单纯的好奇跟着辉明看那些书 后来在翻阅那些书时 也只是为了知道怎么在没有水之力的情况下帮助家族 然而这个秘密并没有维持很久 父亲发现了他们 在公爵的严厉质问下 辉明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他 那些古书都是丽尔泰的 当时的他因为年幼 并没有金钱和权力收集到这些古书 父亲在明知道的情况下 还是狠狠地责罚了他 丽尔泰宁愿他打自己一顿 可他偏偏用水之力惩罚他 给他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那时起他开始和辉明疏远 即便对方总是想跟他搭话 什么脸这样问我 他重生前曾因为禁书的事惧怕辉明 可他现在完全没有感觉了 原来死可以让人改变这么多 辉明还想说些什么 被他立声打断 我现在没时间应付你 丽尔泰 我一直想为小时候的事向你道歉 因为我真的很担心你 不 你只是为了你自己 想减轻心里的负罪感 让自己好受一点罢了 毕竟以你的性格来说 绝对无法容忍自己是个坏人 就像那天一样 在父亲面前装成一个乖孩子 将脏水泼在了我的身上 事已至此 你已经没必要道歉了 反正我也不会接受 辉明情急之下一把抓住了他 被他狠狠地甩开 继续做你的乖孩子去吧 伪善者 而米哈尔这边 他的护卫这几天并没能完成任务 他只打探到精灵时苏醒 本以为以小主人的性格 会让他重新调查 没想到对方这次竟然欣然接受 辛苦了 关于精灵时的事 可以写信问一下父亲 护卫只觉得诅咒 不仅让小主人失去了视力 还失去了智力 并且他还挺开心的样子 那个 你好像心情不错 米哈尔的声音充满了期待 是啊 已经过去一天了 他该来了 复卫马上醒悟自己该离开了 可惜怀着愉悦心情 等待女孩的米哈尔 并没有等到想要的人 而是来了一群刺客 他抓起短见 海姆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对他下手 只可能是对他眼睛下皱的人派来 虽然用能力可以轻松解决 但海姆公爵势必会稻草如雷 他必须安静地干掉这群人 这些家伙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海姆家的戒备并不能轻易吐 可这些人却闯入了这里 难道是想遇见海姆和比尔赛姆 突然开门声响起 米哈尔 女孩的声音透着一问 他向后靠去把门又关了回去 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道歉请在外面等我一下 有些垃圾需要清理干净 刚说完他就愣住我 所有的刺客都静止不动地站在了人 是利尔泰 磅礴的水之力从他的身上涌出 米哈尔的眼睛终于恢复了视力 他被利尔泰的美颜所抱紧 弱的女孩不久前才解决了大批暗杀者 他只是轻轻抬舍 所有敌人就被钉在了原地 女孩担心地询问米哈尔是否有事 他略微尴尬地摘下蒙眼的丝带 我没事 不过我不是让你在外面等着你 利尔泰探出小脑袋 可我总不能眼睁睁地探着你有危险 他忽然注意到什么 等等 你的脸好像滑破了 等这边解决后我帮你治疗下巴 本就在战斗状态的米哈尔正处于极度兴奋中 不如其来的身体接触 加上女孩关心的武器 让他整个人都仿佛泡在了热水中 他捂住脸心脏疯狂地跳个不停 米哈尔不想弄脏女孩的事 于是让他退后由他来处理 突然间 暗杀者的身体开始分离东西 就在两人的眼前化作了一副副海骨 米哈尔还以为是女孩做的 但他只是定住了这群人 在海骨周围感知不到任何魔力 难道是诅咒吗 米哈尔向他道谢 至于究竟怎么回事他会派护卫调查 既然危险已经解除 利尔泰便提议继续解除诅咒 他点点头 两人开始了新一轮的治疗 几天的时间转睡而逝 他身上还剩下两重诅咒 利尔泰第一次感到有点吃力 时间也比以往要长了许多 米哈尔的眼睛 其实已经可以看到物体的形态和颜色 不久后海骨公爵要举办狩猎大会 竟然邀请他这个看不见的人 目的可想而知 老虎不发威 还真当他是病猫啊 他迟早会把海骨家族踩在脚下 随着第六重诅咒解除 米哈尔的视线越来越清晰 女孩向他靠近 你能看到我吗 接着他就看到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你 利尔泰的眼眸中仿佛装着漫天星辰 女孩在他的眼中闪闪发光 见他呆愣的样子 利尔泰还以为是解咒没成功 离他更近了 这次我想为你彻底解开诅咒 现在如何呢 米哈尔羞涩地挡住了脸 连话都开始结结巴巴 不我看到很清楚 他没想到自己情绪波动会这么厉害 总之 我很高兴解开诅咒后第一个看到的人是你 还有谢谢你 利尔赛不会忘记这份恩情的 以后你就是我们整个家族的恩人 虽然现在还剩最后一重诅咒 但我相信你会很快完美地解除 就像我们初次见面时 我对你做出的承诺一样 我会满足你想要的一切 你想要什么 利尔泰愣住 他不想再重蹈前世的复制 虽然凭借他自己很难做到 但有米哈尔的协助并不是不可能 他想米哈尔正式介绍了自己 我的名字是利尔泰海姆 我想要的只有一个 就是托里海姆家族 在得知女孩想离开家族后 米哈尔恨不得马上带他远走高飞 他兴致勃勃地介绍着自己 如你所知 我是比尔赛家族的继承人 我的父亲是比尔赛公爵 说到一半才发觉女孩正在发呆 好像一直是我在说呀 可以跟我说说你的事吗 你还回过时 我叫利尔泰 这点我已经知道了 我是指你有没有喜欢或讨厌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呢 大概是动物 那你喜欢鸟吧 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从小他就不被允许有任何爱好 那这个如何 米哈尔四周忽然出现几只血白的鸟在飞 这是比尔赛的传信鸟 你喜欢吗 柔软可爱的鸟落在他的肩头 不知不觉间他的心情也变好 我很喜欢 看他恢复精神 米哈尔跟着笑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海姆家 你如果愿意现在就可以 他的眼睛已经恢复了 戴利尔泰离开可以说是一如反正 米哈尔 我还没成年了 未成年的贵族不可以脱离家族 如果我离开 海姆也会以帝国法律为由把我抓回来 稍有不善 利尔赛说不定会变成整个帝国的公主 你不要摆出一副那又如何的表情 米哈尔不开心 狩猎大会后他就要离开了 他不想将利尔泰独自留在这 但他既然说现在不方便离开 他就尊重他的选择 那我就当你把离开的日子定在你成年里面 利尔泰应声说好 我会等待那一天到来的 自从利尔泰不再给弟弟好脸色后 利安修斯脑中便总是想起他 他甚至跑去问利尔泰的女 他去哪里了 最近没有找过我吗 得到的只有宫女从未说起过他 不久后他即将成年 父亲提到要给他物色伴侣的事情 大哥拿出一封信 是皇太子送来的 几日后他会携妹妹来拜访海姆家 看来他是想让你和妮妮安皇女订婚 利安语气冷漠 我没有心意的人 妮妮安倒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皇女从小就喜欢他 也是个很好掌控的对象 不过比起妮妮安 利尔泰海姆对他来说更好掌控 可是现在他却觉得他比任何人都要陌生和疏敌 利安修斯脑中想的全是利尔泰 可恶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海姆公爵决定在狩猎会那天招待皇太子 白天举办狩猎会 晚上则召开一场盛大的宴会 一日 利尔泰的二哥归来 他在海姆的觉醒者中尤为特别 因为讨厌海姆家族的黑色头发 所以永久改变了自己的发色 并主动申请当了皇女的部位 他因为听说精灵时产生一变二维 等两人到了圣殿 才发现这里的变化更大了 海姆家族的人 即便不是自己召唤的水 也可以进行控制 如今这几乎一满屋内的水 他们竟然完全控制不了 就在这时 精灵时散发出更汹涌的力量 从里面出现了一道声音 是一名蓝发少年 在发现期待的人不在这里时 他勃然大怒 你们是谁 唤醒我的人在哪里 醒来的少年因为没有看到契约者而愤怒 他们从未感受到过这么恐怖的威亚 只有怪物或神之类的存在才可能拥有 爱因颤抖着声音问道 你是谁 你竟敢先对我发问 真是放肆 两人被他卷到空中 我是主神雷亚德的地势剑武器 也是优尔恩的第一个契约者 亥里恩震惊了 优尔恩是海姆的初代家庭 用你们的话说 我就是被称作精灵王的祖母 我再问你们一遍 幻醒我的人在哪里 爱因立刻喊道 那个孩子在外面 需要我立刻带他进来吗 可惜他刚醒来并不能维持很久 所以要求三天后再带人来见他 也就是狩猎大会后的第二天 海姆公爵在得知消息后 吩咐众人对精灵王醒来的是宝 他不打算让比尔赛知道 狩猎大会当天 米哈尔如约而至 但他仍然戴着眼罩 远处利安修斯正拉着利尔泰 不知在说什么 看他抓着自己的心上人 这让米哈尔极度的不爽 海姆公爵出现 虚情假意地问他状态如何 非常好 我想这会是一场愉快的狩猎 对方明明认为他看不见 还用助他玩得开心来讽刺他 米哈尔只觉得可笑 海姆公爵的目的很明显 让他今天像个木偶一样傻站着被羞辱 对米哈尔来说 顺着他的意思也不是难事 但利安修斯抓着利尔泰的心闻 让他觉得非常爱 这样一来就另当别论 利尔泰好不容易从弟弟身边逃开 最近利安修斯变得很奇怪 重生前他并未参加狩猎大会 也没有对他说过那种话 你想要什么猎物 我去帮你抓来 他只是回答没有想要的 利安就抓住他不依不饶 那你就想一个出来 无奈之下他说 那就帮我活捉一只银狐吧 银狐并不好抓 而利安听到竟然笑了 还向他保证一定会做到 如果是重生前利安这样 他也许会配心 但现在他只觉得厌烦 利尔泰 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他扭头看去 米哈尔站在不远处对他笑着 这个人的出现 奇妙地安抚了他烦躁的内心 米哈尔走到他身边 随意地坐了下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直觉告诉我能在这里遇见你 但其实他是寻着利尔泰身上的气息寻了 只是待在女孩的身边 就让他感到心情很好 利尔泰关心他的眼睛是否恢复得还好 而他则指了指女孩的手腕 那是刚才被利安修斯抓出的愈痕 那你呢 这里应该很疼吧 没什么 我已经习惯了 不要习惯这种事 利尔泰 我希望你不要习惯疼痛的感觉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他说这种话 以至于他完全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只能硬邦邦地转移话题 你为什么来找我 当然是因为我想见到你 前世他的家人 根本不把他这个非觉醒者当成人 但米哈尔竟然能在辽阔的森林中找到他 还这样安慰他 这种有人在意的感觉真好 我也很高兴你来找我 而明明先主动撩拨女孩的米哈尔 却因为这个明媚的笑容红了脸 他抢在情敌面前邀请女孩共舞 并一次又一次地挑衅这个男人 利安修斯对姐姐怀有不纯的感情 而米哈尔在看到他的一瞬间就察觉到了 但他没有声张 只是去找到了独处的利尔泰 询问他是否参加宴会 因利安修斯曾提醒他去宴会 他本想避开的 但如果邀请他的是米哈尔 如果你去的话 米哈尔开心道 正好我想和你共舞一曲 可我不会跳舞 利尔泰 利安修斯在森林中寻找银符 他听到远处有嘻嘻嘶嘶的声音 走过去时 在地上看到一团银色的毛发 听说他要捕猎银符时 哥哥们很吃惊 因为银符几乎已经灭绝了 不过为了讨利尔泰欢心 他一定要抓到银符 那样也许他就会回到以前的样子 远处再次传来沙沙声 他顺声音寻去 也许是运气好 竟然真的被他遇到了银符 就在他尝试靠近时 忽然一声枪响 他瞬间慌了 因为说好要帮利尔泰抓活了 还好银符只是晕了过去 可却被杰族先登 他怒视着来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迪尔赛公子 你哈尔抱起银符 还能是什么意思 视力正常的利安修斯还没 竟然还不如我这个因诅咒而变下的人 下次 你的动作可得再快一点 不然 说不定又会被我抢先一步 临近宴会开始 利尔泰坐在床边 一旁是利安修斯给他的礼裙 前世他从未在宴会上穿过礼裙 他重生后有太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不能减短的成分 过时的灰色裙子 再加上这张稚嫩的脸 真可笑啊 换做以前的头 一定对生活没有任何迷恋 可是今生 他也想输写好自己的未来 狩猎大会后的宴会即将开始 皇女早早来到了公爵府 他挽住利安的手臂 我们真的很久未见了 利安深识地与他问候 见过皇女殿下 还有 感谢您的到访皇太子殿下 很快宴会开始 利安负责招待皇女和皇太子 不久后他的哥哥们到来 皇太子看向爱因 听说今天白天有狩猎大会 是的 大会顺利结束了 皇太子一眼就看出了他有所隐瞒 难道是发生什么事了 他开始找比尔赛的身影 因为把米哈尔变成这样的正式皇太子 而他来此的真正原因是想阻止海姆治愈比尔赛 见米哈尔依旧蒙着眼睛 独自靠在一旁没有参与社交 他松了口气 看来诅咒还在 毕竟他可是费了很大的功夫 才给他下的非常严重的诅咒 哥哥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只是觉得和你订婚 真是委屈利安公子 皇女靠近哥哥 小声说道 利安今天好像心情不好 我只是问他的双胞胎姐姐会不会来 他的表情就变得很难看 利安公子的姐姐不是和他长得很像也很漂亮吗 连皇太子都知道 正因为这样 海姆公爵才讨厌这个女儿 长得和自己最宠爱的接班人一样 却是个无能力者 就在这时 会场突然骚乱起来 从台阶上缓缓走下一人 那是盛装打扮的利尔泰 公爵一脸惊讶 爱因嘴里喃喃叫着母亲 利尔泰说着抱歉 我来晚了 皇女惊呼 她好漂亮 不过和利安公子长得一点也不像 辉敏也很惊讶 我第一次见她穿这种礼服 是啊 而且她的行为举止 简直就像个完美的贵族小姐 利安修斯再一次感受到了利尔泰的变化 她之前明明喜欢隐藏和压抑自己 就算不善待她 她也会因为渴望亲情而跟在她的身后 那副为了融入家族而努力的样子 反而让大家觉得可笑 从而对她更加牢猛 但是现在 她怎么会用那么冰朗的眼神看着我呢 到底是为什么 利安想知道利尔泰为何改变 她伸出手邀请 想与她跳第一支舞 却被人从中打断 米哈尔挡在了前方 能否请你和我跳一支舞呢 看下前方的男人 利安修斯想起了在森林中发生的事 下次你的动作可得再快一点 不然说不定又会被我抢进一步 她的姐姐不要躺 当利安修斯意识到这一点时 利尔泰已经选择了别人 被折断羽翼的鸟重新长出血肉 挣脱了束缚自己一辈子的家族 舞池中央 米哈尔毫不吝啬地称赞他今天很美 利尔泰回应你也一样 他感应到一股强烈的视线 皇太子站在不远处 笑容古怪地看着他与米哈尔 利尔泰重生前接触过古代力量尼耀武 闯入海姆家的刺客 可因诅咒失去势力的米哈尔 以及能让人化成灰的古魔法 都需要借助只有皇室才有的古代力量 难道一切的幕后黑手是皇室 那皇太子今天过来 是为了确认米哈尔身上的诅咒 是否依旧完好吗 他担忧地看向舞伴 米哈尔 你可以这样在众人面前跳舞吗 对你下周的元凶就在这里 米哈尔本打算等一切解决后再告诉他 没想到他如此聪明先一步察觉到了 没关系 反正对方坚信我依然看不见 比起这件事 利尔泰 等你成年后来比尔赛吧 看着舞池中亲密的两 利尔愤怒地握紧一群 他绝不会让利尔泰离开海姆 等他成年就会坐上公爵之位 到时他就可以把利尔泰永远绑在身边了 随着异曲结束 皇女挽住了利尔 他的哥哥与海姆公爵正在商讨两年的婚事 就在皇太子说要送来订婚文书时 利尔突然开口反对 两人的神情瞬间变了 公爵刚要斥责儿子 就听到他说 我要先举行成人礼 再订婚 城府极深的皇太子并未发怒 反而替他解围 我理解你的意思 毕竟成年前订下的婚约并不保险 看来公爵您的儿子是一位真挚慎重的人啊 皇女还以为利安是珍惜自己 但其实他只是想尽快登上公爵之位 把利尔泰永远地囚禁于家中 宴会结束后 利尔泰独自来到了音乐室 这是以前公爵教训他的地方 因为一点小事 他就会被动辄打罢 就像现在一样 公爵再次把他叫来了这里 只因为他和比尔赛跳舞 就让他给出一个解释 我需要解释什么 和他跳舞有什么问题呢 公爵一愣 就开始破口大骂 你难道不是明知我讨厌比尔赛 故意用这种方式表示反抗的吗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对你伤心 你才不是我们海姆家的人 我从来没把你当成过女人 这种话已经伤害不到他了 那太好了 刚好我也没把您当父亲看 这绝不是利尔泰能说出的话 毕竟他从小就一直在努力 想成为海姆的一份子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当然 就像您屡次强调的 我并不是海姆家的人 可您却要求我履行海姆家的义务 去远离比尔赛 他笑得讽刺 您不觉得矛盾吗 公爵被对得傻了眼 你明知道这是哪里 还敢说出这种话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里是公爵夫人最爱的音乐室 也是他的训导室 明明他与利安修斯一同出生 公爵却把母亲的死 全部怪在了他的头上 只因为他不是觉醒者 在生下三个儿子后 身体极度亏空的公爵夫人 仍不值得要生下他与利安 这导致他生育后就离开了人世 难道帮母亲报复让他难缠而死来 也是母亲的遗言吗 如果您要说的都说完了 我就先走了 公爵站在原地久久没有离开 他的妻子去世前 曾嘱咐过他 一定要好好爱护他们的女 可不去食言了 并且名弯不灵地把错全怪在利尔泰身上 他不是海姆家族的人 也绝不会成为觉醒者 深夜的别管内 随着水之力的散去 米哈尔的最后一道诅咒也已经解除 他敏锐地感觉到女孩情绪低落 便开口询问 利尔泰低头避开目光 我下午去了训导室 米哈尔视线下意 发现他身上没有伤后松了口气 不过利尔泰貌似不想讨论这个话题 他决定先不追问以免他不自在 半大的小子笨拙地哄起他心爱的女孩 参加宴会很辛苦吧 你累不累 如果累的话就靠在我身上休息一下 可女孩一脸茫然 又要被他无视了吗 没想下一刻 利尔泰就扑到了他的怀中 糟糕 他的心脏好像要炸了 他主动安慰女孩求抱抱 却在被对方扑入怀中时 自己先害羞到心脏要炸了 米哈尔的一张剧眼战到通红 怀中传来女孩的声音 你知道吗 我对海姆公爵说 我根本没有把他当成过家人 我这样做对吗 他没想到利尔泰会主动对他敞开心扉 既然如此 女孩小小的身躯被他拥在怀中 你做得很好 不必费心去讨好不尊重女孩 话说回来利尔泰 我可以问一下那些家伙都对你做了什么吗 女孩愣着 他不知道从何讲起 若是从最初开始的话 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 被丢到了偏僻的深山 除了足够的食物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东西 他一直独自一人生活着 海姆家虽然没有杀死他 但可以把他扔在看不见的地方自生自灵 很久之后 他们才将他重新接了回去 因为需要他来增强利安修斯的能力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他大概会在那里生活一辈子 利尔泰明明是在说着自己的事情 但他就像在说别人一样 眼神中没有任何波澜 说不定我一个人继续待在山里发更好 毕竟生活在无端的惩罚和怒火中 以及被无视和嘲笑实在太痛了 即便如此 我也一直为了得到家人的爱而努力 对我来说哪怕被利用也没关系 只要能成为海姆家的一员就好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 米哈尔亲身换着他的名字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 也许一开始他还只是因为感兴趣而靠近他 现在他打从心底的想让利尔泰能得到幸福 我一定会让你摆脱海姆家的 利尔泰对这种感情尚且陌生 但他好像又得到了安慰 谢谢你米哈尔 男人突然想起什么 离开这里后 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 他想了想还真的有 我想在死之前去看一次大海 米哈尔不满地捏了捏他的小脸 笨蛋 你的心愿就是这种小事吗 我会帮你实现的 我以比尔赛的名字发誓 我一定会在你成年的那天来接你 一日 到了海姆家拜见精灵王的日子 埃因打开大门 他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圣殿 海姆公爵未想到精灵王的力量如此强大 埃因请示 说已经把精灵时的主人带来 精灵王缓缓睁开了眼 看向利安修斯 你的意思是唤醒我的是这家伙 还未等海姆公爵回答 学相突然爆裂 精灵王震怒 简直胡说八道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整个地界都在剧烈晃动 唤醒我的人不是他 你们竟然让冒牌货来糊弄我 他周遭不满了闪念 手中凝结出巨大的能量 不要把你们统统杀死 原来精灵王一直寻找的主人 竟然就是利安俱 他是海姆第一任家主幽尔恩的转世 醒来后找不到主人的精灵王 愤怒到要杀死所有人 在公爵求饶说并不是故意带帽头后来时 他才决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说他要找的人就在公爵府 海姆公爵不理解 家族最强的利安竟然都不是精灵时的主人 还有谁能是呢 就在这时 有人来抱比尔赛要回去了 还没有到约定的一个月时间 部位好奇他为何要提前离开 米哈尔抱着白胡 既然诅咒已经解开了 就要回去提前做好迎接利尔泰的准备啊 不远处走来一人 我来给你送行 是利安修斯 米哈尔依旧笑着 利安公子 多亏了海姆的照顾 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很充实 见他怀中抱着白胡 利安一脸讥笑 这个也带走嘛 当然了 凡事属于我的 我都一定会全部带走 带有强烈暗示的回答让利安眉头一皱 米哈尔悠闲地与他告别 我们下次再见了 利安公子 这个嘛 我想恐怕不会有下次 不光我没有下次 我的姐姐也不会有 米哈尔转向他 海姆一定会再见到我 时光转瞬即逝 米哈尔已经离开几个月了 这期间 利安把他的房间安排到了这里 而他也总是不请自来 你又有什么事 你是我唯一的姐姐 我来你房间还需要什么礼 我们马上要举办成人礼了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那是你的成人礼 打听我想要的干什么 你能不能不要再像个即将离开的人一样 整天看着窗外了 我每次看到你这样心情都很糟糕 见利安修斯 他靠近 难不成你真想离开海姆家 很遗憾那是不可能的 你生是海姆的人死是海姆的 利安修斯 想起米哈尔对他说过的话 你错了利安修斯 我绝不会重复相同的人生 皇女在皇宫里寻找着 太利安你去哪里了 下一秒 男人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您找我吗 你怎么总是一声不吭就隐身 太利安哄着皇女 突然注意到前方 皇太子身后跟着一名奇怪的人 还没等皇女说完话 太利安又一次消失了 皇太子与那人来到了皇宫地下的最深层 这里隐藏着皇室世代相传的半个精灵王 如果能让他变得完整 他就能得到他的全部力量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拥有绝对的皇权 再也不用被那些觉醒者左右 他向适者要来评论 皇族有一种特殊能力 觉醒者的异能与诅咒 对拥有子谋的他来说是无效的 他收集精灵王身上产生的黑色粉末 生命体只要接触到这种粉末 就会失去理智变得疯狂 等两人离开后 太利安才显现出身形 没想到皇太子竟然藏了另一个精灵王 成人里当天 海姆还没有找到精灵时的主人 他们把海姆的所有觉醒者都带了过去 依旧没有一个附和 太利安没有从皇室精灵王身上 感受到铜水精灵一样强大的力量 他本想回来打探一下消息 利安突然发问 等利尔泰成年后您有何打算 爱因奇怪 最近利安对利尔泰也太不上心 公爵面色一暗 举办完成人里面孩子就没有用处 所以我打算让他离开家族 不可以 请您将利尔泰留在家族吧 可根据法律 假如成年后的利尔泰要求主动离开 我们是无权留下他的 当初明明是您说利尔泰是我的所有物 现在您竟然又说他有权利 爱因对他的反应更不紧了 泰里恩满不在乎的坐下 如果他执意要走 把他弄残废让他无法离开不就行了 利安 你只要折断他的翅膀 让他无法飞出这里就好 深夜 利尔泰独自出现在神殿附近 他走之前要确认一件事 听说最近所有的觉醒者们都来了这里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刚到神殿外 大门就自动打开了 空旷的神殿内 正中间悬浮着一名男孩 利尔泰发觉 比他前世在最后一刻见到的那个男人好些 对方忽然睁开眼 熟悉的感觉从他心中再次浮起 男孩伸手扑向利尔泰 他声音满载着喜悦 你终于来了 我的主人 尼哈尔闯入宴会大闹 而当着所有人的面 利尔泰也不再隐藏自己的名利 面对称自己为主人的精灵王 他一脸迷茫 我并不记得有和你签过契约 我们的确有递结过 他只是轻轻碰了下女孩的手臂 下一刻上面就浮现起魔法印记 这是我刻印在你灵魂上的标记 即便你转世重生 我也能根据他认出你 当初我们约好一定要再见他 利尔泰 你就是初代家主尤尔恩的转世 男孩再次握住他的手 这一次他读取了利尔泰的记忆 这个家族的其他人简直最不容忠 他们竟然认不出我真正的主人 反而把精力放在冒牌货身上 实在太可恶了 利尔泰 只要你想 我不光能立即杀死海姆家的所有人 还可以让整个帝国灰飞烟灭 看他不似玩笑 利尔泰忙拒绝 不要 那些家伙不值得你这么做 而且我马上要离开了 看来你要去比尔赛 虽然我非常想和你一起离开 可是很久以前 我将一名精灵王一分为二 并分别封印起 如果我离开这里 那个封印就会松动 利尔泰一问 封印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对话声 他不能被人发现 便要离开 精灵王与他告别 等时机到了 我会把这件事详细告诉你 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守在你身边 但我会一直祈祷你们幸福的 虽然他在女孩面前表现得轻松 但实际心中早已怒火滔天 海姆的这群家伙完全不懂自己亲手推开了什么 成人礼当天 利安修斯强迫利尔泰参加了宴会 灰敏一问 怎么他也来了 我们是龙凤泰 他当然要来 毕竟我的成人礼也是他的成人礼 不过一定要那样对他吗 又不是罪人为什么要监视他 谁让他总是胡思乱想的 可这样有些过分了吧 作为家人怎么办 家人 你可真会说笑 灰敏海姆什么时候把利尔泰当家人看待 利安身上传来的压迫感让灰敏感气 他改口道歉是自己说错了 人群中他的身影更显孤单 没错 他就应该这样 像对影子一样待在阴暗处 然后像渴望光明一样期盼中 皇女上前 祝贺他成年 他笑着道谢 女孩心中期待着两人的订婚仪式 利安却满脑子都是利尔泰 两人撞上视线 他可真有耐心一直监视自己 还打着保护他的借口派人一直跟着他 今天同样也是他的成年日 与米哈尔当初的约定就在今天 就在这时 一名护卫急报 外面来了一辆没有被邀请的马车 似乎是比尔赛家的 话音刚落 门外就走进了 他们静止向宴会中央而去 米哈尔如约而止 幸好宴会还没有结束 看来我来得还不算太晚 明明只有两人 但强烈的存在感 让在场的人无不防备起 皇太子惊恶 他眼上没有丝带 难道身上的诅咒解除了 海姆公爵上前赤子 米哈尔比尔赛 你擅自闯入海姆家到底想做什么 我只是来带走 留在这里的东西了 利安修斯预感不妙 果然见他转向了自己的紧 我来兑现承诺了 利尔泰和我一起去迪尔赛吧 抱歉 我来晚了 我们一起去看大海 他边说边 旁若无人地走向你 谁允许你带着他 一道水墓挡住了两 利安发动了水之力 你觉得我会让你抢走他吗 你竟敢碰我的东西 我杀了你 水明城尖刺向米哈尔射去 就在接近他时 一道更强大的水墓挡开了 全部攻击 哪来的这么强的力量 利安愣住 利尔泰周身不满了水 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 显露出自己 适可而止吧 利安修斯 当女孩彻底 与家族断绝关系 父亲与哥哥们 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 利尔泰轻易就挡下了 利安的权力一击 利安修斯黑了脸色 比他相反 被女孩保护的 米哈尔泽一脸毒 谁知利尔泰金绕过了他 等等 你要去哪里 前往比尔塞之前 我还有事情要做 他松开女孩的手 在人们的注视下 利尔泰朝前方走去 最终停在海姆公爵的面前 对方一脸惊慌 刚才的力量到底是怎么 海姆公爵 我将在今天断绝 与海姆家族的关系 如今我已成年 你们无权在干涉我的生活 算上重生前的时间 他被困在这个地域二十一年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去比尔塞吧 米哈尔牵起他的手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两人就这样离开的宴会 利尔泰的眼中重新有了光 马车在林间穿梭 在他们从海姆家离开时 遭遇到那些家伙的死缠烂打 海姆公爵简直要跪下酒堂 那些家伙根本不配拥有利尔泰 他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 真神奇 女孩的声音让米哈尔回过神 我竟然离开了海姆公爵府 他碰了碰女孩耳边的碎粉 利尔泰才把注意力转心 我会让你忘掉在海姆经历的所有不快 你只要在我身边就好 马车停下 他笑得一脸苍脸 利尔泰 你准备好了吗 女孩点点头 他终于看到了 终止无数次的到 落日的余灰洒在海洋上了 不胜手 海风徐徐扶过他的脸 他终于自由了 直到太阳落下 利尔泰依旧不舍地望着大海 天已经黑了 你就这么喜欢吗 大海比我在书中看到的更辽阔更美 我真的很喜欢 谢谢你米哈尔 能遇到你真好 男人的脸瞬间红了 他害羞得别过头 不过片刻 他就重新整理好思绪 走到女孩身边 利尔泰 回到比尔赛红 我真的很想你 女孩向他伸出手 我也很想你 他拉过利尔泰的手贴向自己 那我们以后一直在一起吧 等下次 还有下下次 我们再来一起看大海 与两人气氛截然相反 海姆公爵府内一地的狼藉 利安休斯颓废地坐在地上 他想不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从那个家伙出现起 当他夺走银湖时 他就该意识到不对劲 在比尔赛邀请利尔泰跳舞时 他就该把这个男人赶出去 利安陷入了深深的后悟 脚步声停在他的前方 是海姆公爵 这场成人力本该是 海姆最盛大的活动 没想到最后变成这样 利安 你看到利尔泰师长的魔法 我从未见过那般 强大的水质魔法 说完他转过身 你们跟我来 我要知道海姆家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来到了存放 金灵石的神殿 看来幽尔恩的继承人 离开了 一群愚蠢的家伙 我简直恨不得 将你们千刀万刀 海姆公爵祈求 请您为我们指点迷惊吧 所谓金灵石的主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如何理解 幽尔恩的遗言吧 公爵回答 总有一天 金灵石真正的主人 会出现唤醒金灵石 并复兴家族 不对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 初代家主幽尔恩在世时 金灵石的大门始终敞开着 金灵们可以自由出入人间 与金灵签订契约的人类 可以得到金灵们的一部分力量 这类人被称为金灵石 偶尔会出现特殊的人类 他们能与金灵王签订契约 而这类人被称为觉醒者 那时人类与金灵关系十分友好 直到一名金灵王堕落 金灵界的大门就此关闭 泰里恩忽然想起 皇室藏起来的那个金灵王 之后所有的金灵 都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学行者们自然也失去了力量 海姆家族之所以拥有力量 多亏了幽尔恩 你们万般歌颂的初代家主 是一个直到17岁 举办成人礼 都没能成为金灵石的人 就和被你们万般迫害的利尔泰一样 海姆公爵一脸惊猛 难道 没错 亲手将你们推崇的初代家主 赶出家门的感觉如何 而你们一直以为的继承人 是还未出生时 就靠吸取母亲生命力 活下来的垃圾 出生后 你又开始摄取利尔泰的利力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允许你们使用任何利力 没有利尔泰 你们就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水之力 海姆公爵封了氏的大笑 他此刻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么利物 他们一定要找回利尔泰 逆子第一次带女孩回家 爸爸连孙儿的名都想好 儿子一副不值钱的样子 就差把喜欢利尔泰写在了脸上 女孩终于离开了海姆家族 米哈尔亲身换着她的名字 利尔泰 醒醒 我们到了 她看向窗外 这就是传闻中的比尔赛吗 米哈尔提醒她小心脚下 就在她想要说什么时 传来一道爽朗的声音 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盼回来了 欢迎来到比尔赛 她是米哈尔的父亲卡伦曼 我父亲说想亲自迎接你 道歉没能提前告诉你 利尔泰小心翼翼地行礼 并感谢对方的收留 米哈尔靠近她 你不用这么紧张 没错 应该是好和感谢的人是我们才多 谢谢你治好了比尔赛家族 唯一继承人的眼睛 听说我儿子欠了你很多人情 对方的亲切让他有所放松 您客气了 米哈尔也帮了我很多 卡勒曼越看就越喜欢这个名字 儿子什么心思也全写在了脸上 这一路周车劳顿 我们快进去吧 我为你特意准备了一些东西 宽敞明亮的房间 所有东西都应俱全 可以看出主人花了心思 公爵把他送到这里后 就推着不情愿的儿子离开了 说让他在房间等待 敲门声响起 一位女仆在得到她的允许后进入了房间 我叫梅勒林 以后由我来服侍您 利尔泰曾听说过这个名字 前是比尔赛攻击皇室和海姆家族时 他单枪匹马就干掉了数百人 杀手出身的他怎么会来服侍自己呢 很快他就得到了答案 梅勒林解释自己是来保护他人身安全的 我保证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比我出色 主人也是看中这一点才派我来照顾您的 原来是这样 那以后就拜托你了 我先帮您换身衣服吧 然后带您去主人所在的院子 此时的父子俩 早已在庭院等待 看着像小狗一样摇着尾巴的儿子 公爵叹气 而大不中流 大家不都是这样吗父亲 你的回答还真是无耻 脚步声传来 米哈尔露出惊艳的神情 利尔泰穿着一身蓝白相间的礼服 落落大方地问候 抱歉我来问 小狗全身都在冒着开心的泡泡 完全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父亲看不下去 儿子 你应该先邀请利尔泰坐下 因为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口味 所以米哈尔每样都准备了一笔 可女孩却久久不动 没有你爱吃的吗 他愁愁道 不是的 这些食物是我第一次见 因此不知道吃法 希望你可以教我一下 米哈尔看向他的眼神透着心疼 但下一刻他就笑了 不管什么事你都可以慢慢了解 我会在你身边一一告诉你 所以你不用担心 这是蛋糕 口感柔软香甜 他切下一块送到女孩嘴边 利尔泰张嘴咬下 他的眼神瞬间亮了 毕竟十几岁的孩子 怎么会不喜欢天使 他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不管巧克力还是蛋糕 都是第一次吃的 他甚至没有察觉到时间的流逝 就在他随女扑回房时 突然听到了一阵压抑痛苦的嘶吼声